花友 老花一帮我看看这个富贵哥 这个菊类这个在咱们家里边饮啊 就挺难为啥难呢 你听我给你分析哈 咱们就说这个菊类的 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高 对吧 有的花友呢 就经常喷水老是浇水 那么呢 空气湿度 不够的时候它就很干燥 一干燥呢 它就显着叶子发泥 这个时候花友觉得缺水了 就开始浇水 你浇的水多了 不然还容易烂根 对吧 所以就很难 它不像是在那种原生态的条件下 它很潮湿 很温润 通风还很好 咱们家里边呢 多半都是空气干燥 不怎么通风 所以说呢 就各种养不好 如果说家里边养蕨类养的很好的臭包呢 我估计要么就是 有个小假山啊 空气湿度都很适宜那种才可以 蕨类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不一样 它喜欢那种潮湿 你看人嘛 就喜欢稍微干燥 它所以说不太一样 好吗 如果你真的想养好的话呢 就给它弄个那种小蓬蓬或者旁边开个加湿器之类的 增加一下湿度 另外呢 它不喜欢暴晒啊 不喜欢暴晒 光照可以给一点 下个老花一 红叶万年轻 叶子萎靡 肌部有些断了 这个没事啊 这个就是你别给它强光暴晒了吧 另外呢 跟花友们说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就是在用花粉的时候尽量的选择排水透气的 干了咱就浇水 不干不浇 像这种车盆呢 一旦浇的水很透 它还是容易闷根 就是老一辈的跟咱们说不接地气 就是不透气 根部的生长一定要透气 一定要透气 你没有空气根部是不生长的 时间长了还烂根 知道吗 下个臭吧 这种中间叶子比较矮 我们浇水 淹没它们还会出来吗 就是闷气在里面了 哎呀 童前逃 童前逃 弄到太阳底下 其他不用管了 你只要别缺水 这玩意长得就出乎你的意料 好吗 就得简单 没没没没什么没 他没不了 你放心吧 光照给足就行啊 老花一江西南部出太阳才两天 一直阴雨 一时阴雨就别养月季了吧 你养个绣球 对吧 你光照不好哎 一样月季花这个 它喜欢光照 你像咱们广西也好 广东也好 江西也好 很的话喜欢养那些个月季花 结果呢 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出个带眼 天天下雨 还问我怎么办 我以为我 我能怎么办 我这真没办法是吧 要不你就避雨啊 是吧 要不就是光照好的时候多晒晒 要么就换个品种 咱南方那边的自子花 茉莉花 山茶花 豆浆花不香吗 老外你好 我这养的硫黄菊 最近一个月叶子慢慢变黄 从根部往上 这你给我拍的都让我趴上面看 看看整体啊 先生 你如果让我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就是水大 然后呢 有一些应养不良 就是有点确切性的那种花花冰 就是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 别的我看不出来什么 别华尔美说过无数次啊 就是华尔美在体温问题的时候呢 尽量的拍一个完整立体清晰的一个照片 会不会让我这样看 老外你看我手怎么了 瞅到我眼上来了 我怎么看 我得这么看吗 对吧 起码的嘛 好吗 宝 下个臭宝说 胡蝶兰怎么了 第一次养 说不能直晒 少浇水 买回来几天就这样了 那很正常啊 兰科类的植物呢 它是富生植物 就富家齐的那个富 它就是喜欢空气湿度越高越好 家里边很干燥 它就粘 你浇水没用 它就要热一点 太热 知道了吗 空气湿度不够的话 就像南方姑娘的小皮肤 它就干 裂 干燥 裙 蝶兰一个道理 好吧 家里面空气湿度不够的话都会这个样子 没事 一旦驯化了以后也能习惯过来啊 就是说他猛的从那种比较温润的地方到南家里边 这第一波花就显得不适应 就老是胆尖 你认为老是缺水 所以说你干了呢 也记得浇水 别让它积水 哦根就行了 好吧 可以根部往下面的这些气根那里多喷水 叶子和花就不要喷了 好了 羊问题就简单到点了 就不错 点个赞 我的花一